黄世民的嘴里其实就是说 自己是带领了特征组来侦办 查获了司法史上最大的官说弊案 不过这起案件 看在前法务部政务次长李靖勇的眼里 是非常难以置信的 他表示其实黄世民就是已经涉及了泄密罪 还有违法监听的部分 而且幕后还有一只黑手 而且直指的就是总统马英九 我们来听听看稍稍之前他的说法 他不但是违反了刑法132条的泄密罪 他同时启动的监听的程序也是非法的 在监听的过程里面所获取的资料 他的处理的方式也都是违法的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我们听到他的说辞 第一个他说他的监听是合法 但是你监听的对象是一个立法委员 你监听的这个室友还是一般的所谓的发现这个关锁的案子 以及有一些不明的资金流入他的账户的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根本本来就不在于你特征署的这个固定的职取权的方位之内 你为什么要去启动这个监听的程序呢 这个我们就怀疑了 你是像装武剑一直在配工 你是用A案要来取他案 他案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牵涉到政客的介入了 就是牵涉到政治力量的介入了 我们是提起以为不可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到底有没有泄密呢 这是一个司法侦查的案件 任何司法侦查的这个资料 只有你检查体系里面 你可以去掌握 你可以去了解最高 就到你检查总长 这个既然是一个司法侦查的案件 你凭什么去跟总统报告呢 这不是泄密又是 好 透过稍微之前 李静永永的最新说法 可以知道呢 他今天是特别北上来到了特征组 他一口气告发了 总共有总统马英九 还有检查总长黄世明 以及特征组的带领主任杨荣聪的部分 三个人部分呢 告发的刑则包括了刑事部分的泄密罪 还有违法监听的部分 而今天呢 其实呢 这个李静永也表示呢 其实黄世明就是应该立即停止职务 才会避免干扰承办检察官的 其他的办案的角度 而且他说呢 其实司法官这里呢 自己发生了内讧 而且发生这样子的内斗情形呢 其实是真的非常悲哀 以上是最新的画面 还有消息 我们先把镜头交换给朋友们 好